總共這一層下面還有兩層 下面兩層也是全陣送 實用面積差不多有四百多個風 這邊也不算面積 都是私家自己用的 燃鈕全部做好 最過來我們看到這邊就是客廳的大露台的位置 下面也有一個花園 是一個前花園 小花園下面是負一層 還有一個負二層可以做一個好帝的影音室 這邊的方向朝精臨向的 精臨朝向 將滑空心思也不足夠 何不回頭回到當天放你走 知不知你在濫用我的測日 當我越來越沉迷將獨日 外界很多傳聞 說你有數段葉原藏在我附近 最終只恐怕侮辱我的身份 蒙著夜多傷手不足鬥陣 幸快便忘記了 忘記這段人生 Hello 大家好 我是喜家Dee 大家好 我是喜家東 今天和Dee一起來到 碧桂園十里銀坑的判女環山 這集主要介紹別墅單位給大家 首先介紹一下交通 等下會選多三個別墅單位給大家去看 是 我們現在的位置就是在半海環山這個位置 我們在香港過來的話 就有幾種交通風格 第一種 西九搭高鐵 直接過來來到 惠陽高鐵浸 惠陽浸在哪裏 惠陽浸在這個位置 到了之後 再轉公交車過來 或者是搭的士過來 都沒有問題 第二種風格會更加方便 出了關口之後 在爐或者是連銅坑口 連銅坑大概在這個位置 連銅坑或者是盧坑 出了之後 踏京橋巴士 22元 全程大概是70分鐘 直接可以來到 我們最近我們樓盤的這個位置 叫做潘海 這個山林海的這個位置 大概這個位置 然後再轉 這個巴士或者是 高爾夫車接駁進來 亦都沒有問題 後期它的巴士 亦都會直接來到 潘海環山這個屋子裏面 因為它都是屬於碧桂 然後再營建這個樓盤 這個樓盤的 看回這條圖 會更加清晰一點 這一邊就是 十里銀灘的 一旗 四旗梵高的海 最到一旗 最到三旗 這一邊就是 五旗圍拱灣 和六旗圍拱半島 然後這一邊就是 山林海的二旗的位置 現在的巴士 是有來到這個位置 再轉進來 我們現在的位置 就在營焦中心 在這個位置 在餐廳這個位置 其實下面的環境 是非常非常正的 這裏有個村 村裏面就有雞屎 亦都有很多農家菜 有機的蔬菜 亦都在這個裏面 全部都去狗一店 就很方便 當然要下來的話 行路有些能度 所以由我們起家 有送高義夫車給大家 再送家電給大家 高義夫車接駁 你自己有部車的話 就周圍走 或者去到海邊 去吃海鮮 去到海邊 整條路到周圍找 等下也都非常之豐便 這一集就介紹 一些別墅單位 別墅就總價 260萬起 首期就給深城就可以了 這個樓盤除了別墅之外 還有一些高層單位 我們在另外一集 又拍出來 68封到 244封 我們放下評論區 將這條片 有興趣都可以點擊進去 看看 這些別墅都可以做按揭 深城的首期 帶著正中修 現樓 最送中庸冷氣給大家 中修質素 也都非常之不錯的 有興趣可以看一下 周邊其實都有幾個別墅區的樓盤 我和大家小微介紹一下 我們在這個盤環山這個位置 圍拱半島六期也有別墅的 圍拱半島的別墅就是 400多到700多萬之間 望海的別墅區 都是大麻精中修 現樓海景 最過來的 大概這個位置 過了大喵橋之後 到順鳥灣 這裡有個星河山海半島 總價是200多萬 最過來有九明雨海 可以夢到海景 總價也是200多萬 九明雨海是最便宜的 最便宜的燈環 去到差不多198萬 200萬差不多 就可以買到別墅了 這些別墅全部都是帶著中修 兼且都是現樓 所以其實就非常之正 想要買別墅的話 資金小微 充足一點 給個首期 兩成三成 三成的首期 慢慢供住 一個美麗的別墅 也都非常之不錯 好了 我們現在就立刻去 看看那些別墅 有多漂亮 等下見 Hello 我們就看看第一套別墅 總共有很多套 我們就慢慢看看 這裡還不是算最便宜的 這個價錢總價就是 280多萬 帶著全屋的傢俬 和冷氣給大家 現樓 不是的就是這個單位 同樣的職位 另外還有一排 要六月份 購樓 價錢會比 這個單位便宜多於十多萬 所以這裡最便宜的 現樓 現樓 首期的就是給個八十多萬 九十萬資金 剩下全部都可以替款上會 你看到的就是舊樓的標準 還有一套價值十萬的傢俬 還未進來 你買完之後 我到時便會送到家裡 給大家 這一層是全贈送的 這一邊就是逢根 可能長者年紀不太高的情況下 可能住在這一層會比較豐便一些 不用上上樓爬樓梯 我們看到冷氣也都裝好給大家 美的品牌 最進來就是廁所 套廁 這邊有個 有個臨浴間 空間都夠的 有個窗 智能的座廁 洗手池 都做好給大家 繼續看 我們看到地面 美鳳是沒有做的 是白色的這種漆 所以它會髒 到時可能需要做多些 美鳳會比較好看一點 這邊就有個天井 取公的天井這個位置 也是完全不算面積的 所以有這麼高的這個空間 看看怎樣去設計 這個過去就是另外一個單位 到時可以把這個地方封起來 你這個位置就看看 做些什麼設計 會比較好一點 可能擺洗手機 或者是兩森之類都可以 這邊有個公共的活動空間 這邊有個集合房 在樓梯的這個位置 冷氣機也都做好了 OK 這邊也有個轉角位置 這邊相當於是後花園來的 其實前花園其實是一樓的 真正的入戶是在這一層 是入戶的這個位置 變成了你其實前後都可以進來 你看到的就是真真實實的這個中修的這個質素 好 完全是這樣的 OK OK 送我來的 那麼這裏就是我們的前面花園 就是任何的花園這個位置 不過其實其實還可以的 那麼它進入戶花園 然後前門 剛才我們在下面就是後門 後門基本來說都是放一些試駕車 那麼其實這裏我們見到 現在是在裝修中 就是有些人擺試駕車 那麼到時這裏是不允許給人擺試駕車的 偶然停一下是OK的 那麼這裏就進來見到 有個採乾井在這裏 那麼到時可能這個草擺了之後 做一個綠地 或者鋪一些磚 或者你想說養一些寵物在這裏 那麼減一個欄杆 那麼就可以放一些 貓貓狗狗在這裏都沒有問題的 做一個什麼叫做一個籠 籠 即是那個狼間 哦 狼間 那麼進來這裏就是我們的廚房 那麼廚房都是現在做好給大家的 兩個水池加上這種收納櫃 還有我們的叉油煙機 那到時我們買完後 它爐頭都會裝回給大家 那麼下面又有消毒本櫃 那牌子全部是老闆牌的牌子 那又預留了一個雙開門的一個雪櫃位 那麼出來呢 這裏就是廳 那他們廳的進心就和大家看看 1 2 3 4 7 8 9 8 9 7 2 8 米的進心 那這個餐廳的開間差不多4米 那客廳的開間差不多6米左右 我們看看這個洗手間 那這裏洗手間是做了的 不過是上廁所的 就不能洗澡 洗澡的話可能需要去到上面或樓下 那洗手桌 鏡 加上這個鏡 沒有跪的 坐廁 那出來這裏就是餐廳了 那大家也會問這裏是做甚麼的 那這裏其實是預留了一個電梯位 即是你如果想安裝電梯 那裏就在這裏安裝一個電梯上去就可以了 那如果不是的話 它這樣其實都可以的 它交樓的就是交樓標準 那餐廳的話我們可以放一個圓桌 放一個大圓桌在這裏 放一個八張桌到十張桌 那些大圓桌都沒有問題的 或者是六到八這樣 那這裏其實可以做一個 酒櫃在這裏的 那到時呢 發展商這邊會送回大家十萬塊的一個傢伙 大禮包 那梳化放在這個位置 看過去 那對面呢 其實呢 可以做一個投影機 或者買個一百吋 或者一百吋以上的大電視機在這裏 那茶機就放一個超大的茶機在這裏 那這個房子就正了 這個廳不是房子 那出來呢 就是大露台了 兩米的空間 晉芯的話 差不多是六米多左右 因為呢 差不多六米多左右 那就送了一半職 就相當於送了六七個方給大家 差不多是這樣 那往回看就是剛才我們的 後花園 那後花園呢 其實就是用來擺我們的私家車 或者是我們開江戶車 擺在下面就好了 那這裏呢 就是可能景色就看不到湖 不過呢 我覺得住在這些別墅裏 我覺得還OK的 我是還OK接受得到的 哇 阿Dee 你下了去做甚麼 我們走上去看回大三樓了 那往這裏上 到時安部電梯就不用走樓梯 就是這樣 真的那麼累 不過其實也不累的 阿Dee 交給你 好了 和大家介紹一下第三樓 我們其實第三樓 進來是第一間房 這是套房 我可以看到這個套房的面積 有15個方 這裏是一個大飄倉 我發現的細節微 飄倉是做了木板 是做了貼木板 後期就完全 這裏可以放到一個 米8至2米的大床 這裏是有15個方 完全可以的 還有天花的那裏是裝了空調 裝了空調 是交貨給大家的 我們出去看看景色 景色看得出來就是 看路邊這邊 我們看看這個套房 這個廁所 我們首先過來看看林液間 這裡林液間的空間也OK的 這裏還有飄倉 左翅放在這裏 洗手台的這邊 我們出去看看 因為第三樓 要有兩個套廁 我們過來看看 這是否超級大的主要房 出去看看景色 都非常不錯 是不是很大 你的臉為何這麼紅 我看看你過來我的臉都紅了 35個方 這個房間有35個方 這裏擺兩米多大床 都沒有問題 這裏 這裏擺床 那裏就是 衣櫃 衣帽 真的很大 這裏完全可以做的 大家有沒有發現 它的層高都比正常高很多 是的 這一層的層高應該是深米4左右 樓下鵪鮮那裏 下面那一層的 層高比這個層還要更加高 舒適度會更高 你看到每個位置的冷氣 全部都做好 驚喜 哇 這個都很大 超級大的廁所位置 做了兩個洗手池 兩個洗手池做甚麼 不是那麼厲害 這裏其實可以 舉成浴缸出來的 你看這裏的 臨浴巾不用那麼長的 到差不多這個位置 這一部分就可以做臨浴巾了 這裏就可以放長條的浴缸 在這裏的位置 所以這個廁所做浴缸 完全絕對夠位 還有一個很大的露台 這個露台十個峰左右 差不多 因為差不多有五米多的這個長度 兩米多的這個闊度 那麼十一二個風 很大 上邊你其實都可以做一些玻璃頂 或者是正常那些 遮雨的那些頂 做完之後呢 你就不會說你老蹄 一路有風吹入入入入入入 日勢這樣 你亦都可以這樣空著也都沒問題的 因為在這邊可以探一下更漂亮的這個空氣 更漂亮的這個 景色 這個替容 小替容 最OK的 這一層呢 就是相當於兩個套房 兩個套房 嗯 這個樓梯的這些位置都挺闊的 其實 這裏呢 就有很多的那些電線 不知是做甚麼的 這裏有些電線做了出來 不過到時都會執好給大家的 在這裏 很多電線 應該可能是樓梯 這下邊有燈底的 是燈底 OK 那這邊呢 就有個小小的位置 這個頂上邊呢 有做了 小小的這個 吊頂 吊頂的 中式 這個級就有些高了 這個位置 逢止滲水入入入入有可能 又是一個大路台 這個路台呢 加上應該是有五六十個風那麼大 好大 賣的就是這個位置 就是這個單位 這個單位呢 其實比那些單位好漂亮很多 大家對比一下 因為其他那些呢 都是左邊又是人 右邊又是人 在中間的 這個位置呢 相對最邊位的位置 上邊呢 就是山 那最前邊呢 就剛好有條路 更加虛揚些 最過來呢 就是個湖 遠處是山 最遠處就是海 邊上的位置 這個景 會更好些 私密性呢 也都會更加好些 嗯 當然其實 它旁邊還有一個單位的 這個單位呢 就超級大 因為它 邊上的花園呢 差不多有 三百個方大的花園 不過那間總價要差不多五百萬左右 好 這個兩百多而已 這個差不多 剛才說的兩百六十幾萬 到兩百六十幾到兩百七十幾 差不多這個總價 就兩百七十幾萬應該是 差不多可以搞得定的了 所以不是全國的傢伙給大家啦 有冷氣啦 整個中洲也都做好了啦 最便宜一點的呢 那一排在後邊那一排的 後邊那個位置 所以呢 就 位置又不同了 那到時大家可以實地 兩套都可以一起看看啦 好了 這一集這一套呢 就介紹到這裡 等下還有多幾套 慢慢看 對大家可以慢慢對比一下 別墅 哪個更加適合你 等下見 好 來到第二套別墅啦 那等下還有別墅可以看看 這裡是雙瓶的 雙瓶的別墅 所以每一套它都是邊位來的啦 這個別墅呢 雙瓶別墅裡面 這裡是最便宜 最便宜 性價比最高的啦 總價呢 大概是兩百八十萬左右啦 整排這樣過去 都是有 現在還有這一排 還有六個單位可以選的 都是兩百八十萬左右 還有全屋的傢俬給大家 首期都是深城 那首先夢想一個花園 這裡不是路來的 到這個位置 來到最後這個位置 全部都是自己的私家花園 連到這個位置過來啦 其實這個位置 就是最私密性最好的 因為這裡就是山地 甚至你身上要種花花草草 種些樹之類的 亦都沒有問題的啦 整個山是新地來的 所以我覺得大家到時可以在這一邊 種一些果樹 種一些 種一些魚缸 大泳池 亦都沒有問題的 因為對面是沒有樓 大部分別水 是樓對樓 這邊這個後花園 就私密性 超級無敵 很公真 所以你這邊 有一個私家大泳池 在這邊游泳 沒有人看得到你的 所以私密性就很好啦 整個花園這裏有150封 連同那個出去 整個邊上的露台 加上差不多兩百多個封 超級大花園 就非常之正 大家亦都要選下邊的 或者是右邊的這一邊 亦都沒有問題 總共就是 它這一層下邊還有兩層 下面的兩層也是全陣送 實用面積是差不多有四百多個封 這邊亦都不算面積 都是你私家自己用的 是燃樓來的 全部做好 那麼最過來呢 我們看到這邊就是 黑鏡的 大露台的衛室 下面就是一個 都是一個花園的 是一個前花園 細花園下面是負一層 還有一個負二層 可以做一個好帝的影音室 那麼這一邊的 這個方向呢 朝精臨向的 精臨朝向 那麼進來吧 進來看看 首先呢 這邊呢 就是一個房間 可以放回到兩米的超級大床 加一個大衣櫃的位置 頂上冷氣都做好了 那麼然後呢 門呢 這個門都質素 慢慢 過得去 是了 那麼最過來呢 第二間房 這間房就小小小 但是放回米五床 再加一個重頭櫃 加一個衣櫃 也都夠小位置的了 所有房間都有中央冷氣 那麼廁所呢 就比較低一點了 南浴間 洗手池 召燃馬桶 這一邊放回出來 是個花園 和山的 這個景色 那麼 這一層 就是兩房 兩廁 這一邊呢 是正帝門來的 我們看到這個鎖 都是標配來的 所以這個鎖呢 都好勁啊 這套鎖應該都要 四五千萬才 搞得好 OK 出回來 就是你的花園的位置 我們看到呢 這邊的頂上邊呢 是沒有 玻璃的 所以到時如果有需要 你可以放一些玻璃 進來 但是這個位置呢 就有隔 遮雨的地方 是了 那麼這一層呢 不是客廳來的 我們看到就是兩房 兩個廁所 所以不方便上樓梯的話 就住這一層 都不錯的了 那麼下面還有兩層 我們就看看 其他的人手 到位他們來介紹 好的 那麼這裡呢 算是負一 算是第一樓 不是負一 應該這個 下面還有一層 這裡是負一 這裡是負一 算是負一 負二 OK 那麼這裡呢 我們看到這個廳的長度 即是晉深的長度 去到九米 那麼開間呢 如果在這裡計算 那邊的開間 去到差不多 一 八七八五十六 五米六 是的 那麼這邊的開間呢 就 四米幾 沙發就放在這裡 是的 沒錯 沒錯 那麼這個廳其實很大的 那麼因為呢 這個最來講呢 就是煮飯 吃飯 看電視 是一個會議廳 就是 休閒空間的那個位置 那麼這個呢 就是可以放回我們的 餐桌 餐桌 你放一個圓桌 那麼你放一個六到八人的 那個椅子 就沒有問題了 那麼這裡看到的廚房 做一個夭形的廚房 哇 這個廚房真的夠大 是的 全部都是幫你做好了 就是它每一個空間 它都會避留到雪櫃位 這裡 它都是比較人性 吊櫃 即是吊櫃 符合亞洲女性的黃金 特點 即是那個高度 差不多是這樣 OK的 你對不對你 那我 對你是不是 那麼就 出回來 這個位置 算是我們的後花園 後花園其實呢 跟大家說一聲 到時這些草坪 就可以說 搓了它的草 種一些自己喜歡的東西 跟大家說一聲這條路 如果我們有兩條可以選擇 來走的 即是兩個選擇回家的路線 那麼它這幾個口 有三個梯 即是我們走樓梯的那裏出回去 可以經過這條走廊 回到我們屋院 那麼第二條線路 即是我們自己開車 那麼前邊有一個地下室 即是地下停車位 那麼進來會直接來到我們 這個位置 我以為在這裡 這裡就可以直接回到我們家了 它是直接連通我們的地下車庫 會連接到這裡的位置 那麼這邊就回到家了 那麼這邊就是採乾井 那邊也是採乾井 那麼這個花園其實都不算小的 這個花園深十個坊左右 它是全身鬆的 是全身鬆的 那麼到時這裡可以做回 譬如說好像它爛了這些狼杆 那麼其實後花園來做 養一些寵物 種一些花花草草 種自己喜歡的東西 這些就是任君選擇 你喜歡怎樣你就搞怎樣就可以了 那麼我們看到這裡 這裡還有一幅門 所以整個單位它就有兩套門 兩套智能鎖匙 所以成本其實都高的 因為這種單位之前賣的時候 是差不多500萬左右的 現在拼到280萬左右 所以這個價錢也都非常之划算的 按照這樣的中收質素來說 其實不算差的 這種中收 整套加起來做下來 怎樣都要七八十萬才能夠成功 正常之前我們買別墅都是無批 人家業主去布建 做那個裝修 最少都要50萬打底 最少的 而且它還要送你全屋的傢俬 價值十萬的傢俬 所以自己轉排加電就可以了 而且很多家電其實我們現在也送給大家 下來這一層 它這個樓梯位就比較矮 好像我這個身高 都覺得這個位置有少少矮 這個位置 有少少頂到 可能要低低頭 我都要低低頭 最下來就是最負二層 負二層很闊的空間 這個位置絕對要用來搞個Color OK 或者是搞DJ房 健身房 我們可以做一個這樣的 譬如說影院 第一個影院做一個KTV 這個空間夠細大 因為不要浪費了這幅牆 這幅牆如果要做一個電影院 就真是正 或者是酒吧都可以 這邊就放世界名酒 這邊就放世界名茶 這邊就放世界名畫 最過來就放世界上所有種類的美女 這就是開派對的一個根據點 是一個國際性的會所 所以就是立足惠州的潘海環山 面向全世界 OK 這個可以 這個出來還有 但是這麼大的單位 一定要搞個飛翁過來幫忙才行 我猜這個位置是做一個電影 是嗎 不是 它其實就是一個天井位 就是全增松的 所以這邊你其實都可以加建的 我們看到由這一邊 過去那一邊開始 到這一邊過來 其實你如果真的要去搭的話 這邊就可以做多一百個風出來 嗯 一每一可以做好幾層 很大的這個位置 這麼高的這個高度 有差不多十米的高度 所以十米的高度你看看 做一些什麼可以做 放一些明畫 或者做一個畫展 看自己怎樣設計 看自己怎樣設計 養回一些小鳥 在這裡拍小鳥 養回一些鸚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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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不用 plastic 為了安全起建 沒有做 presents 所以廁所和洗手機 做好給大家 鄧哥 這個信息力超極大 既好像說但又不流 不流 這個位置就有個門 在進去就是 放了地下停車場 這個單位就送2個車位給大家 免拜使用 這個這裡的樓底 差不多手部 4米半 這個高度 所以你唱歌的回音就比较 質素、音質就會更加好一點 在這裏唱歌也好 或者開派對 其實都不會吵到人 這裏管理幣是按120多封來計算的 一個封是5元 所以一個月是600元差不多 這個管理費 683元差不多 所以其實都不算高 我們也發覺到它場面也做了這個顏色調整 頂天花上面是白色魚膠塞 場面是灰色的顏色調整 吊頂邊上也做了鋁合金的邊線給大家 東哥你也介紹過這裏嗎 是 這是最上一層 這裏是第一層 外面有個200封的超級大花園 你想想 200多萬 中修 傢俬全部配齊 這麼多層 這麼多花園 200多萬 接下來一封幾次 你說發展商有錢賺 誰信 真是沒有錢賺 你說 中修也有幾十個 差不多 這裏是主人套房 主人套房 好大 好大 露台也大 放個兩米床一點都沒問題 這間房間怎樣弄都可以 很多東西可以弄 進來這裏就是醫務間 醫務間這麼大 小肚子更大 我覺得這裏可能做個舒縫好一點 不過如果對著廁所又不行 真的大 你做個浴缸吧 浴缸怎樣做 浴缸這個位置 做個座廁 其實我覺得直接在這邊做浴缸更好 這邊 這個長度是足夠的 正常浴缸都是這麼長的 不過這個差不多 你如果不夠闊的話 這邊可以讀少一點 這裏是足夠的 你蹲下來 我扶著你 你扶著你 這樣 你死了 真可憐 就是這樣就可以 用不夠 應該夠 絕對夠的 這邊就是夢一個山景 剛才說了私密性超級無敵好 所以你在這邊洗澡 就算不用磨砂紙 都完全沒問題 夢出去就有綠油油的一片 洗手間真的夠大 洗手時又很大 這個玻璃鏡很漂亮 你站在這裡拍一張照片 你施… 即是文正一點的那一種 慢慢回頭 你不要笑那麼低 牙齒小一點 過來慢慢 行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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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還有露台 出回露台 OK 如果其實大家都會感恩前面這一排 那一排你就算是負二層的話 都是正常的花園的景色 因為我們這裡的負二層是封閉式的 沒有窗的 沒有那麼虛容 沒有那麼大花園 前面那一排 景色會更加美一點 但價錢比這邊貴一點 差不多80萬一套 所以這個2828 那邊是386 差不多 在這個位置其實都可以夢到湖頸 還有十里銀湯一到四旗 還有海景和遠處的這個山景 那這一邊左邊都是山 右邊都是山 所以其實整個空氣質素 是超級漂亮的 正 其實如果選擇這裡 就真的要入得寧靜 入得寧靜 出側寧靜 說不說 其實就是歸隱山林 山林的感覺 就是見慣外邊的花 就是紅紅燈走路 周紅燈走路 燈紅走路 燈紅走路 OK 就是你想要找一個清淨一點的地方 來修生養盛 或者真是你想要養老 享受 家族人多一點 或者朋友多一點 就算是一個人 那麼簡單是朋友 很多 或者你特地找一間 拿來做會所 接待一些朋友 生意的這些夥伴 都不錯的 其實 就算是 這單位你拿過來之後 你到時候不想住了 你也可以拿來 給酒店托管 這種單位 酒店托管 淡季的時候 其實就一個晚上 三四千元也沒問題 旺季的時候 要租到成萬元一個晚上 因為這裡其實是 很多好玩的地方 包括木場 露營中心 遊樂公園 我們看到下面很多 釣魚等等 很多家長會帶小朋友過去玩 他們需要一個地方住的 下面有一個露營的地方 都可以 上面還有一間別墅 一家人 齊齊整整去遊玩 都不錯的 所以其實 這個都是一個商機來的 自己拿來 自己托管出租 都可以 沒錯 這個單位就差不多介紹到這裡 我們就繼續看 還有 還有多一個可以看的 總共有三個 其實我們介紹到現在 總共 其實這裡是有五六個 產品可以大家去做選擇的 我們最開始那個 是200元 樓花那裡是286元 最便宜的那些 複式這個就是最便宜的 還有其他 還有一些無闢的 超級低 花園的那些是600多萬 全部都可以做回按揭的 所以我們就繼續看 多一套 一起 過去看看 再見 好 我們來到 第二個別墅的位置 這個就是 上下四層 上面有一個 在路蹄上面 第二層 上面這一層 阿Dee在上面 但是到上面的時候 他們都會介紹的 那這個是邊位來的 這個實用面積 總共是有差不多 四百個封左右 那總價 大概就是差不多 五百萬 送全屋的傢俬 冷氣 也都裝好給大家 帶著正中修 准現樓 那大家其實都可以選擇 旁邊的這個單位 即是它 蓮皮的中間的位置 那它實用面積 就去到三百五十個封左右 那價錢的話 就是三百八十萬 到四百萬之間 總價就可以便宜多 差不多一百萬左右 都是深城首期 那這一個 這個花園就會大很多 我們看到前花園 又差不多有 一百個封左右 那這些位置 全部都是自己用的 高樓的時候 就全部都是鋪一些 草坪給大家 那大家可以隨意去調整 下面這一層 和上面那一層 就這兩層 全部是贈送面積來的 那管理費 因為五元一毫子是按照一百四十 一百四十八封來計算的 所以管理費也會便宜很多 五元一個封 那這個 交樓的時候 這個大門就會做好給大家的 智能鎖匙 門口這麼大 所以空間比較抹掘一些 首先這邊是一個電梯位的 不過交樓的時候 這個電梯是沒有的 它有空間留了位置給我們 正常裝一部電梯大概是十萬元左右 所以大家有需要都可以到處 可以裝一部電梯 那這一邊其實 現在是展示給大家看的 大家不一定要按照這個風式來做的 整個 這一層是空的 它地板 天花吊頂和冷氣都會做好給大家 包括這些玻璃門 那大家就隨意去調整 你想要做些什麼都OK 弄回影音塞 退回派對都OK 這邊就有個天井位置 亦都是全陣送的面積 所以整個空間就非常之高 包括了到這一邊 過來這一邊就另外一個單位 所以到時你可以將這幅場隔起來 整個這面的整個空間 全部都自己用 那麼高的跳高 你看看可不可以做一些 你自己可以去做的東西 我想到時只要買這個別墅單位 可能要專門安排這個設計 團隊來做一些設計 這邊就是廁所 沒有林浴巾的 坐廁和洗手池而已 做好給大家 這邊有個空間 大家可以使用一下 這裡就是樓梯位下邊的 這個小空間 可以放一些雜物 OK 看回到樓上 這一種單位就不是最便宜的 因為剛才那些還有兩百多萬 這裡就包括了這些玻璃 籠光 地板磚都會做好給大家 來到富二層 這一層也是全陣送的 這一層就交給阿迪來介紹 好了 我現在遞了第二層 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電梯出來之後 是一個廳 這個廳有三米 我看三米八左右的廳 開間 這個廳完全可以足夠 我們坐這裡 聊天也好 這邊有開間 還有你的長度是六米多 你的廳有差不多十幾個平方 好了 我們現在再看看 左邊這邊 這裡首先是一個廁所 這裡 這個 完全是坐廁放在這裡 好像可以坐在一個林業間 隔在這裡 可以隔在這裡 還有這個洗手台 我這邊還做一個 後期都可以做一個櫃 看在這邊 空間都夠深了 好 我們先看看 這裡其實做了比較闊的一個玄軍位 這個看過是有差不多四個平方 這些還有四個平方 可不可以像這樣 賺到一個藝術品 這裡可以的 我們先看第一間房間 我們現在來到這個第一間房間 這個平方數大概都有十幾個平方 十四五個平方 有 有 很長 對了 你坐在這裡 我們完全可以從這裡放一間 這個 扭麥克風的大床都沒有問題 放在這裡 完全可以像這樣做一個 沙發 沙發 放在這裡 這間房間沒有景 所以用來做逢間 可能不太適合 是嗎 是呀 你看一個窗 看出來是天井 那完全可以這樣設計 影音室可能會比較適合 就是一個小小的一個看電影的一個地方 封閉式的這樣會好一點 因為房間確實是沒有景 好 那我們出去看第二間房間 我們來到這個 其實是一個套房來的 主人房來的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主人房 後面做到一個書房的一個空間 這裡的空間是比較大的 我們看出去都可以看到花園這邊 草花園這邊 這個空間其實都非常之大 可以打擾到休息 這裡做一個書房 這床我先看看 這邊完全可以放到一個 米8到2米的大床 這裡完全可以的 因為這裡還有這麼闊的空間 這裡還有這麼闊的空間 那左邊出去 這個陽台都很開陽的 看看這個陽台超級大 這裡是差不多有18個平方 這些陽台送一半的名字 都可以做很多東西放在這裡 沒問題 我們來看看這個套廁 這座是做了一個非常大的衣櫃 這邊放著 這個設計也沒問題 我們來看看這個廁所 這裡做了 這座是用來的幅度的臨月巾 座廁也放在這裡 這個洗手間也比較大 其實可以放這個洗手盆 但是大一點也可以的 我們現在是上去看看 第三城是怎樣 我們是第一城 現在是富二樓 從這裡直接上去 明哥你在哪裡 Hello 這裡就正片開始了 這裡是我們一個 前花園的一個正大門進來 我們看到我們從門口開始說 這個是一個正大門 即是前花園的正大門 我們看到這裡是拍不到車的 剛才我們東哥最初是二樓 富二可以拍到車 正常這個正大門進來 進來之後這個花園 到時可以這樣做 大家可以看到這一條 全部都可以利用起來 看看我們種花草草 在這個位置是絕對沒有問題的 這個基本來說 空間超大 開間差不多去到兩米多 這個長度 我這樣目擠一下也有十幾米 這些地方就可以用回種花草草 或者想自己平時種蔬菜也沒有問題的 或者是有些寵物在這裡 一些問題是沒有問題的 前後花園 你看看後花園這麼大 前花園這麼大 這個就是一個彩缸井 即是負一負二的彩缸井 也是非常OK 那我們就從我們的家 正門進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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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廚房 一個廚房的話 空間都非常之大 他做成這樣 空間都非常之大 做一個夭形的 預留了一個雙虛門的雪櫃位 吊頂也做好給大家 到時候交標就是白羽狗漆 這種做的都會做好給大家 一點都不用擔心 到最後到來 預留了一個電梯間 即是這個電梯位 到時候我們也可以做一個電梯 居家別墅 住這麼大的電梯 是正常的 這裡看看大家的洗手間 這個正常就是座廁 洗手 上廁所的一個地方 即是公共廁所 這裡進來 出來 就是我們的餐廳 這個餐廳的開間是去到 去到差不多 四米的左右 四米的闊度 現在看到他擺的 擺的 擺餐桌 這麼長的 其實擺的圓桶 我覺得更加的大 一點點 看到擺的六張桌 到時候這種吊頂 是全部都做好給大家 不用大家去煩 如果你說你想做一些扣板 比背景場 好像這些銀板 這個銀板是送的 到時候 我們背景場真的白色 這種背景場 到時候做一些扣板 其實都不會花費得很高很高 我看到開間是超級大的 這個開間 六米的開間 超級無敵大 這個感覺真的 擺個 你給我擺個80吋 或者100吋的電視 我覺得還可以 如果擺個40吋 好像幅畫那樣 幅畫都45吋 就覺得很小 擺個100吋的 或者是 擺個頭影 在這裏 在這裏做回 一個 是招待客人的 一個廳都可以 但負一負二 其實下面也可以做回我們的 好像說 影院 或者下面一些 私密的 好像KTV 全部都可以的 出來的就是露台 這個露台 就是剛才連接我們入門的那個 七字形的 開間都非常之闊 看到沒有 真是這裏 一樓 入到 互花園 入到來的 這個廳 再加上這種 你可以真的利用回 住別墅 空間又多 利用回又OK 看看大家的加點 做得更完美一點 因為邊位的空間 都是空的 其實呢 可以加起來的 看大家如何加 上這個搭旁 是沒有問題的 因為邊位 沒有人去講的 到時這裏 一二樓去搭個棚 上去 就不會臨到雨 是這樣的 我們去上去那邊看看 我往上走一層 就是第二層 即是第四 算是第四 因為我這樣先負一負二 最上來是一 最上來就是二層 第四層 咦 嚇到我 冬哥 交給冬哥 不 最上去還有一個天桌 你們去天桌 好嗎 走 去天桌 我和阿Dee在上面等你 好 那這裏呢 其中一間房 都是夢多別墅的景色 那這間房 其實都幾大 第一個床 是麥克風 麥克風 麥克風 做到麥克風也OK 其實最重要 我覺得那些飄窗 夠細大 那些玻璃窗 也夠細闊 所以看出來的景色會更加美一點 它這裏 環境空氣真是很棒 好正啊 應該說 即是四面環山 那又有些湖景 遠處有海景 飄窗 林玉根 坐廁洗手池 都做好了 不過做智能馬桶 也都會做好給大家 這些顏色都是白色的 這種質素真是一般的 一般般這種門 可能三四百元一個門 很差 那一種 大家有需要 到時可以換掉它 這麽豪華 一間別墅 是吧 這個 大腿 首先這邊 就有個很大的衣帽巾 這裏 算是真真正正的 主人套篷 這麽大的大床 兩米的超級大床 空間就絕對要夠 因為你主人身份 最重要 所以你的空間 是絕對 就要最大的 那一間 最好的位置 最美的這個景色 最高的樓層 這裏還有很多的位置 看下怎樣去設計 看回廁所 這個廁所 大家想要做浴缸 都沒有問題的 浴缸 浴缸的話 你可以這樣放過去 這邊多留一個少許的位置 可以做這個任務間 就可以了 這個任務間 不需要那麼長 一半就可以了 那這裏可以放一個很大的浴缸 那麽低個洗手池 這邊亦都有個窗 這個窗 看出去也是個圓林的這個景色 看回路頂 主人套篷 就一定要搞一個大路頂給大家 很低一個路頂 這個路頂長度 大概是5米左右 闊到大概是2米 差不多有10個封的一個大路頂 看下景 多舒服 但是賣的不是這一排 是在旁邊的那一排 那邊的位置 比這邊更加的漂亮 那兼這裏呢 我們看到 樓下整個花園 由左邊開始 到右邊 這整個全部都是這間屋的 這個花園來的了 那這一邊呢 旁邊這一邊 也是自己的家 從這一邊去到後邊 所以其實你的空間 是非常之低的 我們看到對面呢 現在正在做清潔的了 那麼後邊這一些呢 已經都是住世人的了 看到這門呢 也都是舉好了 做住入了人 我們看到對面這些樓呢 很多都在這裡做一些 呃 再中修的一個工程 看到這裡 這裡前邊 啊 很多做 就是不是那麼喜歡原來這個格式的 可以做一些調整 那麼到時天上 上面這個是空的 你可以做一些玻璃封一下窗 整個單位這一邊 全部你都可以封起來的 不過不是那麼建議封 有個大路頭幾舒服 空氣又那麼好 那麼做一個玻璃不好 風吹日誓這樣就可以了 那麼你在路頭上 那邊想要做些什麼 你自己喜歡的東西 都OK的 我們看到它的地板舉了 它不是說磚 它舉成一些木地板上去 有沒有看到 舉成木地板 好像又好看一點 這樣 做一個陽光房都可以的 好嗎 這一層呢 就是兩個套房 可能這一邊呢 就主人套房 那麼對面那一間呢 所以可能如果有小朋友啊 或者小孫仔啊 需要照顧的話呢 就在隔離房間 看看旁邊 那就 豐便照顧 這樣咯 那麼 那個電梯其實 它現在到了四層而已 你那個電梯就做到頂上邊 連到上邊來 也都OK的了 可以嗎 可以嗎 Hello Hello 好舒服啊 有一個 很大的一個路台 那麼其實呢 有天有地有花園呢 這個呢 就是別墅的標配了 那麼你想要 靚的單位 靚的景色 大的空間 超多的這種 房間 廁所 空間給你自己去任用的話 那麼其實這一種單位呢 可能就 非常之適合了 嘩 這邊呢 就有個湖了 是吧 其實我們剛才是主人套房 主人套房裡面 也都可以摸得到的了 遠處呢就是 十里岩灘的一到五期 最出去的呢就是海邊 海景 那麼其實出去呢 也都 不是算是方便的 行路肯定行不到 行路至少行半個幾小時 才可以行得到 開車出來 駕駛駛駛駛 我們現在送大家 駕駛駛駛 又送大家一些家電 嗯 剛才 露台上面的空間 那個空 那顆位呢 就是這個位置了 OK 下去呢 下面就是 主人套房的那個 露台 OK 那麼這個單位 介紹到這裡 還有其他單位的 繼續看 好 一集一次 總結了 我們剛才 總共拍了三個別墅的單位 第一個呢 我們鏡頭在這裡 看看 第一個呢 就是這一邊的 這個位置 總價呢 大概就是 兩百七十幾萬 這樣 兩百七十幾萬 然後呢 它還有一些樓花的 這裡是現樓 最過五六個月交樓 那些呢 就是在這邊的位置 總價就是 兩百六十幾萬 也就是這個單位呢 就是最便宜的 更是一模一樣的 然後呢 第二個單位呢 就是去到 最後排的 扣著山的那個 後身絲密性 超級無敵高的 草帝後花園的那個位置 那些總價呢 就是兩百九 兩百八十萬 到三百萬之間 是啦 這個是 雙拼的 雙拼最便宜的 就是這個位置 後邊的這一排 很大的那個花園 那第三個呢 就 在 我看看 第三個呢 就在這邊這個位置 這邊這個位置拍的 然後呢 總價呢 就是四百萬 是啦 四百萬 如果哪位的話 就是五百萬 都是現樓來的 總共拍了這三個職 那它其實呢 還有一些 俠院的 就在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呢 總價呢 就是四百幾到五百萬之間 俠院 那麼花園呢 就非常非常之低 兩三八個峰的花園 都有的了 那麼還有那些 那些無批的啦 就最前面的這一排 這一排呢 就前緣 前邊呢 就全部都是山景 和田園景來的 那這些呢 就是無批交付的 都是商品的啦 那麼 實用面積有去到 五六八個峰 總價是六百幾萬 差不多 大概是無批交付的 好啦 所有的別墅呢 就是這樣 那管理費呢 就是差不多五元 五元幾 一個峰 那麼每個單位 它其實製造面積有去到 三百幾的 有四百幾的 有六百幾的 但是它建築面積 全部都是一百幾峰的 所以呢 就都是按照一百幾峰 來計分這個管理費的 那麼中修標準 其實大家都看到的了 都不錯 是 中央冷氣 還有它的門啦 鎖 很多細節都做得非常之高 算是不錯的 一個別墅單位 因為原來 那時候的價錢 都是到 六百到一千萬 差不多這個總價 那麼現在 劈到差不多六折左右的 這個折頭六力 那麼又可以做按揭上會 那麼其實 這樣的生態環境 是非常之不錯的了 整個樓盤 它有九千五百毫的 這個佔地面積 現在虛佛的 都算是第一期的 第一期的 四期都會繼續開發的 所以越到後期 住的人越多 可能那個商業配套 就會更加的齊全些 那麼其實我們也可以 用到下面呢 有很多的這些配套的 包括了農場 露營基地 咖啡廳 蒙廠樂園 還有這一邊 就整個湖 都是可以釣魚的 所以身體環境是非常非常之正的 所以其實 在這裡住 我想都舒服的 如果有興趣的話 就可以用我們過來看看 其實這裡呢 我們在香港過來的話 其實都可以直接在軍口 搭巴士過來 就是經橋巴士 微信小程序 順便直接搜索就有的了 那麼出了連銅關或者勞關之後呢 就有巴士去搭 飛架呢 就22元 直接可以來到 逼桂型十里銀灘的第二期 山南海這個位置了 到了之後呢 就接駁巴士或者 這種高爾夫車過來 也可以的 那麼的士過來的話 就10元左右 就可以到屋苑樓下的了 那麼你也都可以說 其實這條線呢 之後都會開到 這個潘海環山裡面來的 只不過現在目前這個 開屋苑裡面 入住的人沒有那麼多 所以目前就沒有開到 這個裡面來 所以之後它的 溝通就會更加更加的 方便的了 是了 所以有興趣就是 我們過來看樓 我們有送回家電給大家 有送九尾夫車給大家 好了 下集再見了 這一集的別墅單位 就介紹到這裡 如果周邊的別墅 都有興趣的話 可以一起看看 旁邊呢 有哪幾個別墅單位呢 有個維廣半島 六期的 總價就四百多到七百多之間 現樓去景 那就是帶精鬆的 然後呢 還有星河山海半島 還有九明與去 九明與去是最便宜的了 兩百二十萬左右 起價 帶來中修 有去景去夢島 是的 幾個樓盤的別墅 都可以一起看 我們都把這幾個別墅的 視頻影片 放在評論區 大家有興趣可以點擊進去 看看 下集再見 拜拜